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宫 麻辣雕工 快樂向前衝 現在那個女生的話 來幾位美女 我們先歡迎她們好不好 美女 這麼這樣的美女 要交男朋友應該很簡單 對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就最近在網路上面有一個女生 她說遇到一個好不容易 遇到一個年輕多金開跑車 長得又帥的男生約她出去 這種聽起來就危險性好高 網路上 但見了面真的也很帥 就是網路上面 她就在調錢 真的 新聞有出來 但感覺聽起來像是今天 對 怎麼那麼煩 怎麼可能 我以為妳有六百萬男朋友 我有啊 我有房子啊 沒有現金 我也可以抵押房子啊 不行 今天他們會發他們來 一定是傷財又失身 不然要怎麼坐在這個地方 哇塞 白雲哥就是有突然就是這個女生 突然就變得對你很大方的 有啊 有 有 躲大方 等一下 等一下 雙B對不對 確定有服務完才帶你去買車 還沒服務就要帶我去了 怎麼搞的 年紀大小 年紀大小 大我六歲 大六歲 對啊 那時候你幾歲 那時候我二十五 二十五歲啦 憲兵 二十五歲 什麼不可能 你去買鄰車吧 鄰車吧 你鄰車你要的話 我借你兩步啦 你有的表紙軒說這樣 還要看嗎 等一下 你情緒給我控制好一下 就是他兩步 再借他八個台關的 一起給你用 對啊 看你要幾件網生被我都送啦 為什麼 那為什麼他會給你 結果他對我有意思 沒有試車就買車 沒有 先去買真正的車嘛 結果 結果那個車呢 是真的是 缺貨 來台灣要缺貨 要等 要等兩個多月 結果後來 趕快挑一個有限貨的 你是笨蛋的 我是那種人嗎 是啊 我真的後悔我是個笨蛋 結果你知道嗎 那過了就會冷掉嘛 你知道嗎 有時候人在 一鼓衝動 一鼓衝動 對啊 後來表現再怎麼好也沒什麼用了 沒什麼用了 那那個馬國賢一定沒有嗎 他這種臉都有 我會沒有 沒有 是看臉嗎 是看體型的啦 說起來不對 說不對 他那個楊小姐真的有 對啊 是他自己自尊心太高 不知道哪來的自尊心 真的 我到現在還不懂哪來自尊心 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他小時候覺得我長得像 有點煩 因為後來長大之後 怎麼啦 怎麼啦 注意一下好不好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啦 你現在這顆是替觀眾朋友找的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家的已經 已經三次了 那我生氣 我很想聽你什麼跟你講 我有碰過兩個很累 幾歲的時候 都是二十幾歲 但是二十八 九歲的時候 是 女生最容易發那個夢情 發 妳就說 妳就說 好緊張 妳就說二十八 九歲 女孩子最容易 那個怕家不 九十夢 對不對 純夢 因為快三十歲了 兩無痕 對 我有碰過兩個都是很類似的 但是我只差一點點就很慘 但是也有慘到 慘的是心 第一個是 那時候有一個條件很好的 他開的跑車不是 所謂的雙逼百萬名車 有這麼多的車 班特利了 差不多 沒有 絕對是法拉利 法拉利 法拉利最重 而且加上它有一家店 可能有一個餐廳 然後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它各種東西是OK的 都有了 對 然後結果 他可能約你出去的時候 都是會帶你去吃很貴的東西 例如什麼魚翅 鮑魚 或是很貴的牛排 所以一餐吃下來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不要再吃那個 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還沒開始 我現在幾乎吃素了好不好 對 就是你都吃很好的東西 所以你就是從那台車 就不宜有它 你知道嗎 真的 光每天他來接送你 你的心裡就虛榮起來 在那個大樓你就整個人 大樓管理員跟整個大樓鄰居 一看你就虛榮起來 有沒有他這麼好看 有喔 對 可能像那種高以翔那種 高以翔 屁啦 照片拿出來看 高以翔你就走開 他變人啊 他變人 沒有 高以翔在齊平啊 高以翔往上去走開 我們不能說有高以翔那麼帥 但是就是說是那種型的 是那種型的 白鏡型 然後又高 他有180 又瘦 身材也是這樣瘦瘦的 那讓他騙身就算了吧 所以他強調他是傷心而已 我比較好 我其實現在覺得是好運 但當下我是很傷心的 是因為像他這種條件 不會只有我在搶 周圍有很多人都在搶 其實後來是我搶輸了 他就移到別的目標了 搶輸了 他搶輸的原因是什麼 你不夠熱情嗎 可能有別人更漂亮 更主動 那跟你開過口嗎 為什麼 他有跟我開過口就是說 願不願意交往那些的 但是後來是他自己消失 我有打話去問 幾天 就交往幾天 這個人就消失了 交往幾天 我們約會三 四次以後 這個人就慢慢淡掉 他再也沒有淡掉 你是答應他的克服那樣問 什麼 他搞不好同時 有在約會三 四個女生 然後慢慢的就是可能定了那一個 他就把我忘掉 那你們這三 四次 有發展到很親密的接觸嗎 接吻總是有吧 可是那個接不是舌頭的那種 就是只是嘴對嘴親一下 所以我是 雖然是沒有濕到身 完全沒有 好可惜 但是很可惜 我當下也是這樣想 但是精采的來了 有 精采 男友說謊騙很大 Lidia丟臉丟到家 有一次我生日的時候 他來就送了我一個女孩的寶寶 他說你知道為了這個禮物 我忍了多少的那個烏魯 因為他那天去買的時候 他就穿得很爛 他就說 他到店裡面 他穿得太爛爛 小姐都不理他 對 他就講過天空去 哇 好感動 拿了一兩個禮拜 然後 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雖然是沒有濕到身 完全沒有 好可惜 但是很可惜 我當下也是這樣想 但是精采的來了 有 精采的是不是 事隔兩年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就是他常常認識很多上台 有社會的人或是名媛或是藝人 我有聽到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有一個朋友真的跟他交往了 交往了半年 有一天 他就說 工程類似工作需要掉頭寸 跟他借了棋尾書 跟那個女神 百萬 後來那個人也有親自跟我說 就真的跟他交往 因為他有說 你不是也認識他嗎 我就說 可是我沒有跟他交往 我是被他拒絕的 他說 可是我真的有跟他交往 他說 結果他就是必不見面 就那個錢就是 就沒了 那對女的也漂亮嗎 漂亮啊 條件很好 也是藝人嗎 不是 就名流而已 而且我們明明也不知道 他的那個什麼建設公司 是不是空殼子 沒有 是啊 後來他就跟我說 那個車子 公司它是掛名 你看吧 而且他說那個公司 就是他之前可能有開一些餐廳公司 就是其實是掛名 就是甘股 人家讓他掛名的原因 是因為他認識很多名人 就像你說的名流 名媛 那可以去光顧 所以名片拿出來都是掛董事 什麼的很好看 對 董事 或執行董事那種 或CEO 就是 但沒有辦法 我遇到的沒有那麼有錢 那個人 可是啊 因為我也是會對於這個男生 可能出手很大方 這種行為就是感動到 然後這個男生 就是之前跟喬喬壯男友的那一位 同一位 就是他 他整個人就是一個大片子 但你們兩個不是住在一起了嗎 沒有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住美國他住台灣 但是因為我回來的時候 他每次跟我出去 他都一定就是我們去吃 都是吃滿好的餐廳 然後他都會請我 他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還滿帥的 很像明島 再加上我可能 有時候跟他去吃飯 我會帶我的三五好姐妹出去 然後他就是大家都一起吃 所以這種一起請的很吸引人 對 我就覺得 他好大 去哪裡吃 其實不一定 沒有像到鮑魚吃那一種 可能就一直吃 沒有關係 可以講 可以講 真的吃鮑魚就吃鮑魚 吃一吃就吃一吃 沒有 就是那時候只是 就是可能像 星期日那種餐廳 這樣子就弱掉 可是我那時候覺得還是 對啊 然後或是大家出去唱歌啊什麼 他也都會一起就是買單 然後有一次我生日的時候 他也就送了我一個名牌的寶寶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年紀還小 所以我自己也沒有名牌 多少錢的寶寶 我不太清楚 是LV的 所以應該 就你們在一起多久 那時候剛在一起而已 大概一兩個月而已 剛發生關係 忘了 有點久了 有了 就有了 而且這個包包重點來了 他也跟我鋪陳鋪很像 因為我就說 不行 這禮物好貴重 我不能收 他說你知道為了這個禮物 我忍了多少的那個侮辱 因為他那天去買的時候 他就穿得很邋遢 他就說他到店裡面的時候 他穿得太邋遢 小姐都不理他 所以 對 我也覺得 可是我那時候不懂就覺得 真的真的好可憐 為什麼人家都不理你 然後他就說 到最後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很不爽 所以他就拿了一疊鈔票出來 就往桌上丟說 我要就是哪個哪個包包 然後他就送給我 就講給你聽 對 他就講給你聽 我就哇 好感動 然後他竟然就是 你有抱著他哭嗎 倒也沒有 但就是內心很澎湃就是了 但是這個包包呢 就背了一陣子之後 因為那時候我不懂名牌 我也不會去檢查什麼 什麼縫線 車線 有的沒的 沒有拿很久就開始有問題了 就大概拿了一兩個禮拜 然後台灣很會下雨 LV怎麼可能 這名牌包的品質 也太差 我就很生氣 跟我朋友拿著 到店裡跟小姐講說 這個包包怎麼會這樣 我要修 就那小姐就是還跟我講說 她也不知道怎麼跟我講說 小姐 這個包包可能不是我們店裡買的 我還聽不懂 我說明明就是我男朋友說 她是來這邊買的 而且你們還看不起她 她說這是假的 好瘦 然後我就覺得 對這邊好丟臉 而且之後我也發現 因為她以前請我們吃飯什麼 她都是刷卡 然後之後交往久 我就發現她家裡的卡單很多 她根本都繳不出來 她根本沒有那個錢 可是她就很喜歡裝闊氣 後面那個 你看那個姐姐 她看起來就很好騙 她就是很無奈 姐姐很厲害 這很多錢可以騙 酸門好多牛腩 牛腩 對 牛腩 牛腩喔 是牛腩 不是 牛腩 到底是牛腩 牛腩 牛什麼 藍色的藍 對 經過三個月 藍色的藍 我想要問一下 七夕是誰跟那個姿女見面 七夕啊 七夕 對 有沒有 雀鳥啊 雀鳥 不是嗎 牛腩 藍 牛腩啦 不是 太好笑了 沒有關係 它是新的 我跟你講 新的 我跟你講 新的就是流行的 牛腩 我跟你講 沒有是牛腩 對不對 而且是劉子軒帶動的流行蜂巢 對 沒有 我講的沒錯吧 沒錯 我先聽那個啦 那個韋玲的 這件事情啊 是發生在我高三的時候 然後 妳第一次記錯 高三 高三 就這一個啦 是這一個嗎 怎麼樣啦 不行 是這個 好討厭喔 好討厭喔 你要去哪 現在我們露營都好危險的現場 真的耶 每一場都會變頭版的 恐怖 有失控的 媽媽會看這節目的時候 不能亂講話 好 媽媽會看 然後那個男的 我媽媽有看 看過他 那 高三妳就帶回家 沒有 他請我媽媽吃飯 好懂事喔 那時候大幾歲 妳高三他幾歲 29 那時候29歲 對 我18他29 還好 還好 差11 長相像犀利哥 因為我不是喜歡那種 白白高高的 我喜歡那種 那很性格啊 那種 醜醜的 不是醜醜 就是 頹廢風 頹廢風啊 很藝術家 很頹廢 很粗獷的 然後我覺得跟他 在一起最虛擁 應該是他每天會開他的 跑車到 學校接我 什麼跑車 那時候是Porsche的911 高中的時候如果有人開這種跑車 對啊 然後他的工作是什麼 他說他是土木工程師 在做企圖的 我對於企圖不太瞭解 企圖到底是什麼啊 我到現在還不記得 倒廢企圖就算比較多 真的假的啊 很多人那個 對啊 那個很虛耶 都有卡氣的卡車啊 然後咧 媽媽有滿意 我媽媽不喜歡他 因為他覺得他會跟我借錢 他那個時候就有跟我講說 我覺得這個男的以後會跟你借錢 妳媽媽好準喔 他怎麼發現他會跟你借錢 媽媽是東調的對不對 他是中調的 媽媽是百財子算命的啦 然後我覺得他讓我最開心的 應該就是每一個禮拜 會有兩次送99朵玫瑰花給我 一個禮拜兩次 真的耶 就卸了又有新的可以拿這樣 我猜哪個錢 高中生是會 高中生耶 那個時候 然後他知道我很喜歡吃 香港做季酒店的牛排 他會禮拜六或禮拜天 比如說我禮拜天是沒有去上學 他會禮拜天中午下午的時候 你才高中就這樣子耶 然後吃完飯 吃完牛排在旁邊的維多利亞港 散散步 然後抱抱我 我們再做最晚的飯 班機回來 因為我隔天要上學的關係 用心的 那時候你整形了沒有 我那時候還沒有 我那...那真的 那這個錢怎麼換得下去 是說還沒有 那...那是真愛... 真愛喔 真的要...要整 真的 可是呢 在我還沒有打針之前 我都可以美美的啊 喔 對啦 妳現在是不一樣的美的啊 化了妝 然後呢 那個時候是還沒有交往的時候啦 那等到交往了 我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會常常突然就失蹤 嗯 然後他就是比如說跟我吃飯 會...他會接到那種很奇怪的電話 會跑到旁邊去講 講完了回來就跟我說他要先走了 就把我一個人丟在那邊 然後 在我接到電話之前 我 他有跟我調過錢 我沒有給他 妳果然 就是妳媽媽說的一件的 跟我媽說的一模一樣 妳才高三跟你調什麼錢啊 對啊 她說他有票要 要搭 然後跟我調錢 要調多少錢 沒有多少錢 大概 三公分 高中一下 高中一下 林瑋玲男友暗底劈腿 背後秘辛超驚人 有一個女朋友像接到一個 大概四十幾歲的女朋友 她的電話 我就說 我生他的女朋友 請問妳 妳是他媽媽嗎 好笑耶 然後他才跟我講說原來 太久 去看麻辣君浩宮 他有跟我調過錢 我沒有給他 果然 就是媽媽說的一件的 跟我媽說的一模一樣 你才高三跟你調什麼錢啊 對啊 她說他有票要 要搭 然後跟我調錢 要調多少錢 沒有多少錢 大概 高中 高中可以三四十萬 你叫我們去搶好了 高中連三萬塊都拿不出來 對啊 三千塊都有問題啊 一個上班族也才兩萬多塊 三萬塊 而且那個時候 他知道你們家在做什麼嗎 他知道啊 我都會講 因為我都會講說 你不要對我不好 不要騙我 不然你就完了 我都會先跟他說 真的你有跟他講 媽媽就是還蠻有錢的 我覺得他不用 不用講 他自己可以看我身上的東西 應該就可以 多多少少就可以 有了解 然後 我有一天晚上接到一個 大概四十幾歲的女人 打來給我的電話 他一開口就問說 請問你跟那個誰誰誰是什麼關係 我就說我是他的女朋友 請問你 您是他媽媽嗎 好嚇人喔 你好笨喔 有弄個您啦 這是很尊誠的 很尊誠的 很尊誠的 妳好厲害 妳好狠喔 妳聽得出來 對方是長輩就對了 妳是故意的嗎 聽起來像故意的對不對 不是故意的 比較強啊 聽起來像故意的 是故意的 因為妳聽到那種老老的聲音 學起來任何女生打 六男子找妳男朋友 對 就跟妳講 您是他媽媽嗎 妳又不會把他氣死 有沒有 好厲害喔 我當時真的以為那是他媽媽 然後他才跟我講說 原來他 那個女的好像四十幾歲 我這個男朋友是他 29 那男的29嗎 29 他四十幾歲 然後他就 他就跟我講說 他在他身上花了那麼多的錢 買了車 買了錶 因為他那個時候錶就是賺 我也搞不懂那個是什麼樣的錶 反正就是 滿貼心 滿貼心 勞力式的啦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在他身上花了那麼多錢 也非常愛他 希望我不要再跟他見面 他有哭嗎 這女生 他沒有哭 他很 很冷靜嗎 很平和的跟我講 我也說喔好啊 那他有說說 這個男生也在騙妳嗎 還是說什麼 他沒有說他在騙我 他只希望說 讓他知道那個男的真正的身分 是他在包養的 對 他並不是做企圖的嗎 那我也跟那個太太說 沒有關係 那... 太太 誰又變太太 我也跟那個太太說 那你也不要戳破他 我就自己默默的走 哇 哇 人好好喔你 哇 妳好顧著怕 不是 我好好是 我覺得人 我覺得人都要有道義在 比如說有人 比如說你在我身上 花了這麼多的錢 我當然不可以去跟別人啊 這是道義啊 所以那男生真的有在妳身上 花很多錢 沒有 就花啊 就吃了 吃飯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而已啊 可是那前夕是那個太太的啊 可是我有報復她 我在她最後一次見面 把她灌醉以後 因為她醉了以後就什麼都 就是乾淨...乾淨死了一樣 我就把她的... 然後把她的... 腿毛剃了一整...一整支 然後另外一個是留... 留著的 然後我就在旁邊寫了紙條說 我知道... 你的事了 那我們就不要再見面了 寫在大腿上啊 沒有...我就在旁邊寫了 寫在大腿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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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然你踢毛幹嘛 然後我會請她說 不要再來找我了 只不過是給妳一個小懲罰這樣子 那講妳的... 就是牛腩 牛腩 我的是 就是我之前 我剛來台北嘛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有一天晚上 就會跟朋友在 台北市那邊就是吃宵夜 然後她旁邊 台北市那邊是哪裡 台北市那邊是哪裡 西南北邊喔 妳啊 妳也有什麼事欸 是華納那邊嗎 就新一區 就外地人才會講這個 台北市那邊 新一區啦 新一區 然後她旁邊就是有夜店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一票男生 他們開的就是 就是跑車級的 就是什麼藍寶街裡 大牛小牛 然後還有什麼 大牛小牛是什麼 對... 周思峰跟誰在那邊 不是 大牛小牛什麼意思 她講車子啊 就是藍寶機 藍寶機裡 她有分小牛跟大牛 對... 對... 這個都不懂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那個都不懂 我很少聽到 這麼土的形容詞 大牛小牛嗎 新一款叫蠻牛啦 對 然後 那時候就是 他們的 就是車子的型號 都是很好的 就是都上千萬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走過去就突然 有一個男生突然 來跟我搭訕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有聊天嘛 然後聊得不錯 我們就交換一下 就是電話 然後MSN這樣子 她過來跟你聊天 她第一句說什麼 她就說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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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朋友 我也是牛男嗎 小姐 我也是牛男嗎 小姐 妳自己一個人喔 然後我就說 對啊 然後她就說 帶妳去吃牛男飯 沒有那麼low啦 怎麼會那麼low呢 為什麼 不要 沒有 我不會理那麼low的人 她因為有一句話 就可以打開妳的心房 會讓妳卸掉心房 她就說 就小姐兩個吃 小姐 就拉近了 拉近了距離 拉近了距離 那男生就說 小姐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就說 對 然後她就說 妳長得好漂亮喔 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面我們就是隔幾天 我們就有出去吃飯這樣吃 然後那男生就是 我們上下車 那男生就是會用手就是擋住 就是怕我的頭去撞到 然後就是有事 她們撞壞了 白衣可以常常這樣子 是用手去把人家抓住啊 對 沒有啦 她是體貼 我相信她是體貼 對 就是真的很體貼 我相信 然後我們去 我們去吃飯 然後那男生 妳告訴我妳不要笑好不好 你都不要笑嗎 你都不要笑 不然我這樣講不下去 然後就是 我們還聽不下去咧 就是我們去吃飯 然後她都會幫我拉椅子 拉椅子 有讓妳做到嗎 拉椅子有什麼好笑 這麼細心啊 立即 拉椅子以後有這樣 妳也太要做了 有讓妳做到嗎 她把椅子拉遠一點 不讓她做 好壞喔 唉唷 我要講紳士的事情 不是啦 不要開玩笑 等一下 妳跟她說什麼 紳士啊 妳不要講故事比較好笑啦 好可愛 我們要紳士一點 好可愛啦 那紳士好 我在形容很可憐的是 你們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妳不要再講笑話了啦 快點講啦 之後這個男生就是 我們就後面有 陸陸續續有約會這樣子 然後那男生就是 每次開的車子都不一樣 而且越開越好 越開越好 而且每次的車子就是 他開過完全都沒有再重複 就是上個星期開這一台 下次就可能是換 比換衣服還厲害 對 然後他車子真的很多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哇 那這男生 他就是全身都是名牌 然後他的表 妳有刻意趕快 每次出去都換包包啊 換什麼 對 都沒有 他的行頭是真的 妳 我也有 對 我也有 妳特意對不對 對 為了要配合他 對 因為他開很好的車 我們也不能穿得太不好看 這樣子 那她有說她的工作是什麼 她是說她是一個 就是上市上櫃的一個小開 富二代這樣子 然後每次她的 就是手機的對話 就是可能今天股票跌多少 然後就是一些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專業術語還雙關語 術語還雙關語 對啊 專業術語跟雙關語 不是都一樣嗎 劉子萱誤上愛情賊傳 已經竟意外惹上風波 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她的就是手機的對話 就是可能今天股票跌多少 然後就是 就是報酬率多少 每次就是一些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專業術語還雙關語 術語還雙關語 對啊 專業術語跟雙關語 不是都一樣嗎 什麼都一樣 沒關係 我跟你講 子萱 從今天開始是不一樣 以前是一樣 今天開始不一樣了 專業術語 所以她講的是些浩宇 麻煩妳盡量講國語好不好 然後 她講的就是 都是在講公司上面的公視這樣子 然後後面我就想說 哇那真的生意就做很大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 所以妳有問她妳們是哪一家嗎 有 她有跟我說 然後我有去查這一家 真的是有上市上會 叫什麼 她是在做紡織的 所以叫什麼 可以這樣嗎 可以啊 因為她不是真的嗎 台南紡織 台南紡織很大耶 怎麼可能 然後後面就是 妳心裡有想的是 我撈到大魚了 我覺得 有 然後我覺得我可能就是 配不上人家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跟我一個 女生的朋友出去 然後我女生的朋友就開始在炫耀說 欸我最近我 我未婚夫 然後就是說 她就是自稱是她的未婚夫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她最近又換什麼車 換什麼車 換什麼車這樣子 可是在大台北 妳開這些車的就是那幾個人 因為她剛好在用她的手機炫耀給我朋友看這樣子 然後我就過去這樣子 就看一下 瞄一下 然後 這些車好像我認識的那一個男生好像也有開 然後一直翻 然後我就說 欸這個男生有沒有照片啊 就是人跟車的照片這樣子 然後她又翻到 妳要看我未婚夫 然後我就翻給妳看嗎 然後我看 就是她 就是她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開始覺得這個人 有點詭異 妳有把它戳破嗎 沒有沒有我沒有戳破她 可是後面這個男生就是 就是我找得到 她找得到我我找不到她 然後六日就是 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然後有時手機就會關機 更精采的就是後面 有一次我就問我一個男生的朋友 就說 欸這個人啊 是不是開這一輛 就是 這一些車的是不是有一個男生 她車子很多這樣子 然後她叫 她叫Jacky 然後我就去問我另外一個朋友 因為他們這一圈男生也是有在玩車的這樣子 然後說 喔對啊 她車子很多啊 然後 然後她 我朋友就說 這個男生車子很多 是真的 可是呢 這個男生呢 她就是在 她是在那個 陳德路跟淡水一帶 中古 對 她就是中古 中古 然後 老闆嗎 不是 她是業務 她是業務 好惡劣喔 老闆就算了 還業務 她是業務 然後這一些男生呢 就是晚上專門都會在台北的各大夜店 她也不買票 然後就開他們的車 公車就是門票 對 然後就會自己有女生會搭上去 就妳啊 我 不是 她自己來搭 然後他們就會 就會去拉幾個就是 可能就看起來好像身價應該不錯 然後不差的 湊在一起 對 然後就偷開公司的車 然後每次 長得帥嗎 就是很帥啊 就高大型的啊 就像誰 像誰 就有點 也像高以翔 金城武之類的 什麼 哪都這麼帥啊 哪都這麼高以翔 金城武 還是所有人只要開上跑車 你們就會看成高以翔跟金城武 國賢國賢去把你跑車開出來 對 我也變高以翔 對 你好像高賽頂米高啦 你高以翔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跟我說 這些男生很壞 他們除了喜歡在各大夜店把妹 他們有的還會甚至會把女生直接 就是當天在那邊認識 然後把他們帶到就是大直那邊開房間 然後開完以後 他有一個朋友就是要反告那個男生 告他性侵 還有要告他好像是強奸什麼之類的 罪名這樣子 然後那個男生就很壞 就回他的那些女生朋友說 也是 妳自己來的 我有 妳可以去告 妳去告 所以真的 如果在路上真的開跑車的男生 你真的反而要很小心 等於他沒有開過跟你借錢嗎 他有啊 他就是 他也會拿一些資料 然後就說 我們這些有在 就是他有在經營一些直銷 像什麼 瓦斯爐 瓦斯爐 好奇怪喔 好奇怪喔 對啊 什麼靈骨塔 什麼 我也叫我買塔 我覺得妳要去寫他腦 不是 他是台灣 台南綁織的小開 他要賣靈骨塔 對 妳們要知道我會多喜歡 劉子萱了嗎 他給妳推銷瓦斯爐 你都不覺得很奇怪 對啊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所以瓦斯爐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靈骨塔味喔 什麼 南寶山什麼之類的 金寶山 金寶山 南寶 對啊 妳不覺得他給妳推銷這些東西 很奇怪嗎 不是 後面我覺得太奇怪 為什麼妳是一個上市上櫃的二代 為什麼要推銷我這個 妳有問他 沒有 他就說 因為他可能在公司上班 然後他可能也要自己 有經營一些副業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想說 他想說不要靠家人 想說想說自己的力量 對 然後慢慢闖出一片顛 對 然後我們女生會想說 哇 那好有心喔 那可不可以 所以妳有捧場 有 買了兩個靈骨塔 有啦 買一顆靈骨塔而已啊 一顆靈骨塔 果然說出來了喔 就是一個十幾萬的靈骨塔 我猜人的錢 妳跟我買一送一咧 對啊 妳買了靈骨塔 對啊 就還是有損失 這個就真的還是有損失 不過靈骨塔妳還留著可以用 還好 不可以用嗎 可以用嗎 可以啊 送妳好了 我真的很感激喔 真的啦 那個早晚 早晚都用得到啦 拿來 妳真的要送嗎 拿來啊 真的啦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嘛 對 還有另外第二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它是我之前朋友的朋友 也是一個鑽石珠寶商 然後是在南部真的很大 而且他們的總公司呢 就是說出來真的會嚇死 就是他們的總公司就是在香港 跟新加坡 對 所以就是 怎麼沒有嚇死 對啊 這怎麼有 妳真的沒有嚇死 妳要怎麼樣 聽到就覺得很 妳說聽到會嚇死 我們一直在等喔 你知道嗎 沒有啊 那我嚇死 然後 就是他的名片嘛 我第一次認識他 然後他的名片就是上面寫CEO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哇 這可能就是 名片最容易騙人了 對啊 不用騙人 就好了 一禮盒一百塊而已啊對不對 而且他 而且他上面寫英文妳嚇死了 看不懂 看不懂 因為上面寫很多英文 然後我也看不懂 然後後面有寫幾個經歷有沒有 就是什麼南加州大學 什麼設計珠寶科 什麼有的沒的 就是還 帥不帥 還滿帥 又像誰 高以下 金城日 就有點像劉志漢 類似那一種男生 就是高大挺拔型的 然後就是每次都西裝鼻挺這樣子 那怎麼認識 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第一次就 我覺得對他的印象還不錯 後面我們就 有出去吃飯 然後後面就是有隔幾天 其實我跟他也不熟 然後他就第一次 我生日的時候 他就有送我一個 LV的 袋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 袋子是什麼 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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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個包包 然後那時候是他在香港 他就說什麼 他去他們的總公司 然後去開會 然後那時候 他就從香港打電話來說 我有買一個 就是包包給你 然後他回來就 就馬上跟我吃飯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有拿給我 然後裡面的包裝什麼什麼 完全都是好的這樣子 我也想說收下來 可是回家一看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是我想要的 這一個款式這樣子 可是他這個價格 然後我覺得OK 就放著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是我朋友就 他就是想說 不然你可以來我家的公司看一下 看我家的規模有多大 來看一下嘛 參觀他家 對 那我那就有潛意了 就是看門市 然後他的門市真的很大 而且他就是 他的據點就是在 算是在高雄漢省那邊 那邊的地段 那邊的地段 真的在南部算很好的地段 很貴 很貴 你看那個多大 門市 門市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就進去看一下 然後他裡面就好多人在看 然後全部都是真的是 珠寶 鑽石什麼之類的 有一次他就開始說 我家珠寶可以投資 什麼這些鑽石 都是什麼 都比外面便宜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去 就是一些貴婦級的朋友來買 他們一次都是500 500 這樣是雜 壓起來多少錢 對 真的嗎 鑽石什麼這些鑽石 都是什麼 都比外面便宜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 這個好像有點像期貨的感覺 就是先買起來放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這也沒多少錢 就是可能10萬起跳這樣子 然後後面我就是有先買10萬 然後後面就是好像他就是 10萬他是用期貨一口一口算嗎 對 一口一口算 一口10萬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我想說 他就有寄那個好像是報酬率那種表給我看嘛 然後我就 就是過一個月我好像有賺到幾萬塊 從10萬就有賺到幾萬塊 我覺得很好賺 然後我就去叫我的朋友 就是一些貴婦級的朋友來買 然後他說我就真的拿這些這個報表說 我真的有賺到 然後這些朋友就真的有來 然後真的有來 他們就是怎麼雜錢你知道嗎 這些人 就這些媽媽 他們就是真的就很有錢 他們一次都是500 500這樣子渣 50口 對 對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子渣渣渣 然後 其實我又說你們想要投資多少 這跟我們無關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們會賺多少 然後你們要買什麼跟我無關 所以買的時候覺得那個男生出來接待他們嗎 有 然後他也是覺得 他們大家都被這個男生迷住了 因為他真的就是長得很帥 然後很會講話 然後他就是他跟我 他那時候就是我去他們公司的時候 真的 就是這樣 因為妳也幫他介紹很多貴婦 對 因為我有幫他介紹一些朋友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哇 他真的對我好大方 而且他也沒有說想要追求還是什麼之類 就是 所以你們認為他有門事跑不掉 對啊 那麼大 然後他還送我 很可怕 他還送我 那個心情一定認為說門是這麼大跑不掉 而且 我生日我跟他還不熟 人家就送我一個包包 那你覺得 人家對我真的還滿大方的 而且後面 我幫他就是有介紹一個朋友 介紹一些朋友 他也是有送我轉介一顆啦 我覺得 很好OK 妳是覺得他有錢啦 對啊 結果 就有一次 我早上起來 然後 我聽到我朋友說 欸 今天我來門是怎麼沒開啊 然後我想說今天星期六啊 怎麼可能會沒開 然後他說 那我打電話給我 給我朋友就是那個男生 然後就語音信箱 打語音信箱 然後我就打了一整天 到下午的時候 然後 就一直完全沒有接 然後 那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會很奇怪 我就跑到門市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警察就過來了 就說 這個已經上了一週刊 然後 搞什麼大喔 他是違法吸金的地下 算是期貨 然後就是像是老鼠會 然後就騙了一大堆人 然後那時候就是陸陸續續就很多人在 就有一些 就是那時候我們不是進去有一些阿公阿媽嗎 然後還有一些婦女啊 還有一些我們這一些有沒有 然後在那邊抗議 然後在那邊炸雞蛋 然後這一些就是詐騙集團違法吸金的 對 然後我想說 而且警方到當場他們就是 把我們一個一個在那邊做筆錄 然後妳怎麼被騙的什麼之類的 我說我不想做筆錄因為 我覺得我也投入十幾萬而已 沒有很多 然後做筆錄的是我那些被騙掉上千 妳朋友加起來多少錢 上億 對 但是那男生就是 有拍到他是被抓起來嗎還是就是 那個男生跑掉了 他現在呢 跑掉了 還在通緝 然後那時候就是 然後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就是警方就在現場 因為真的人很多二三十個在那邊 就是有的人在哭 有的人說什麼 他全部的家當都在裡面 然後要鬧自殺鬧上吊什麼之類的 然後警方就在那邊就是做筆錄的時候 我想說 算了 因為我的也沒有很多 我不要做 然後後面我回家我想說算了 也沒差 反正我還有一個 他還送我一個包包 還有一顆啦 也想說算了 然後過幾天我就把那一個 因為我說他自己好幸運 對啊 因為我才拿的東西超過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值也都超過10萬塊 所以妳沒有去做筆錄 想說算了就不要高 對 我想說 免得麻煩 而且那邊又會我的名字 我想說算了就不要了 因為 我想說就算了 之後 我就拿到二手店去 讓我的朋友去賣掉 就想 然後我朋友就說 這個包包 我看了以後覺得真的很怪 然後我現在在LV的門市 然後現在小姐輸入你的編碼 就是它不是有一個序號嗎 輸入進去電腦 好像沒有這個序號 假的 假的 好厲害喔 然後我想說 欸 那也還好啊 如果假的 那我覺得那也還好 對 我還有一顆啦 那妳趕快把那個包包 就是丟掉 不要說我的 妳就直接 因為它裡面就是保證卡 然後包裝紙 什麼都有 完全都有 就是3A級的嘛 對啦 A級的 3A級的 然後我想說 哇賽好丟臉 妳趕快把我丟掉 而且這件事情 妳不要講出去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丟臉 然後後面 我朋友說好 那就直接幫我 就處理掉 就丟掉這樣子 然後回來 我想說 哇 那還好吧 就 就還有一顆啦嘛 然後隔天翻開報紙 好可憐喔 全館的鑽石都是 報紙有說了 對 就是蘋果日報 有她的照片嗎 那時候好像有看她的照片 對 報紙上有出現她的照片 有 可是主模不是她 真正的老闆不是她 她類似也像是銷售那種 對 她也是下面出來片的 可是 就是她們的手腦不是她 她沒有跟拍 她跟妳 沒有啦 那時候沒有 對 我也只是跟她 就是交易而已啊 交易 那妳不是公辦的 對啊 交易 沒有 我跟她買的 我也是受害者啊 她說妳是受害者 不要說妳跟她交易一下 妳是公辦的 對 我是受害者 交易是另外一件事 感情上的交易 對 所以那顆妳有拿去驗嗎 那顆啦 都假的啊 報紙說她全館都是假的 萬一她給妳是真的呢 對啊 沒有 是假的 因為我有去跟我朋友說 這一個我覺得真的怪怪的 妳幫我驗一下 然後我朋友就幫我驗一下 就說 這就玻璃啊 玻璃啊 玻璃啊 然後就旁邊還有一些壓克力這樣子啊 玻璃還有一些壓克力 對啊 所以就是全部都假的 所以妳當初看的時候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真的很亮 真的很亮 而且就是真的 妳不會想到 就是閃閃發亮 而且 人家又是 他說那個門司都是一些阿公阿嬤 對啊 而且人家又CEO 你怎麼當初你會去懷疑人家 你怎麼 你怎麼會去懷疑人家 那個是假的 而且人家全部都是 都在 而且都是重要的 店面這麼大 店面那麼大 你怎麼會去懷疑人家呢 是啊 對啊 而且劉子萱被騙 我覺得是那張名片上面寫CEO 他就被騙 對啊 就有點屁股 而且妳也會覺得說 他一個名流來追求 對啊 明星也合理啊 對啊 對不對 妳不會覺得說 來追我是不是怪怪的 都不會嘛 不會啊 完全不會 妳怎麼會去想說 妳怎麼可以去懷疑人家呢 對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配不配啦 我覺得我還是配不上人家 人家要鑽石工廠那麼大 他是玻璃工廠啊 對啊 而且 對 他們是又那麼大 好啦好啦 那妳配得上馬狗鞋啦 可以啦 這樣妳沒工廠嘛 OK嘛 但是我跟妳講 妳看起來就是這兩個故事 妳被騙得並不多耶 我朋友騙得比較多 一般以前的牛腩 騙妳比較多耶 對 牛腩 那個真的就比較多 牛腩比較多 反而是當妳的朋友 被連累的比較多 對啊 好恐怖喔 那個牛腩是多少錢 上百萬 但牛腩是講清楚 就是我就是牛腩 對不對 沒有啦 後面我才知道他是啦 他也不會說我就是 對 他就是很厲害的 很專業級的 你是體能很好嗎 頂級紅刀牛腩 頂級紅刀牛腩 又能講 那表現又好 然後身體又有肌肉 然後變得很好 能屈能伸 最主要應該是會講話 然後做服務做後備 真的那些頭髮會講 那牛腩為什麼妳會上當 真的最重要的點在哪裡 也是高啊 也是帥啊 然後也是真的會講話 所以妳們的盲點就是高跟帥 對啊 然後就是 出路就是 出路 出路就是有一些名車嘛 都平安 對啦 開車大吉啦 但我聽起來 你們所有人的共通點就是 只要這個男生 帥 要騙你們 他只要帥 然後高 然後開個跑車 然後他的行頭 如果把他弄得好一點的話 CEO 你們所有的那個防備心 全部都會下架 對 怎麼會這樣子 真的會陷下去 而且現在看到真的韓劇裡面 最好看的題材 就是那種 就是你們所有的那男生 有錢 開跑車 又帥 然後旁邊那個女的又搓又笨 這樣子 你們都愛死他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這有錢人都喜歡 愛那些很笨的女人 你們看到韓劇 最佳愛情 然後你們 對 那你們就覺得 我們就是這樣的女生 會有那種衝擊 你的愛我一定是真愛 你就看一下我了 真的 因為女孩子會有醜小的鴨 會變天鵝的那種心態 對 對啊 就抓住女孩子會做夢的那種心態 會做夢 然後就開始那個 濕身 濕身 對不對 這裡面真的 就劉子萱還好都沒有濕身 我想濕身又濕不了 拿水自己泡 牛狼有吧 牛狼有吧 牛男 牛男有啦 被他騙那麼多 怎麼可能沒有拿一些回來 我們 牛男有喔 有啦 有交往啊 有交往嘛 我們說這一集基本上就是 就算女藝人 其實女藝人的光環大 反而很容易遇到那個假的富二代 對 而且你看那新聞上面都覺得 哇 這個假的富二代了 這個假的富二代了 會讓你們覺得說 我們有希望對不對 對 是不是 會 好 那最後我要問四位 如果現在出現一個真的富二代追求你 你願意嫁給他的話 請舉手 真的喔 還不像你之前碰到啦 之前碰到的這種 玻璃珠你都去了 對啊 我們真的被騙怕了 真的 這個是真的啦 那就是真的嗎 不 所以也 真的富二代也擁有你剛剛說的條件 那些都是真的嘛 好 我再講一次好了 幾歲 對 又高 又帥 32歲 可是我覺得 個性開朗 就跟韓劇裡面的那個 什麼宋承憲一樣 就喜歡笨女人 你會喜歡上她的話請舉圈 可是你還有講到一個重點 有的富二代是說 沒有分手 下一位 下一位啦 祝福你們 妳很辣喔 妳們富二代外串那邊就不行 妳們想這樣的人這樣 有道理要犯不住 沒有 妳不要騙人 劉子謙 回火心去啦 回火心去啦 妳不要 我不要因為很多 叫給富二代的女藝人 都還滿慘的 我才不要咧 那劉子謙是內孫這邊的咧 對 內孫這邊的 妳賣單船的咧 妳賣單船 而且早死 我不要 我被騙怕了 我不要 妳一慘都全部在她身上 騙人 富二代不會早死 對啦 真的啊 我第一次聽到有女孩子 回答說 要看她是不是外孫還女生 對 那很重要 有繼承權 好啦 也祝福大家 因為我們在看韓劇的時候 看到每個女生都可以 那個抽小孩變天鵝對不對 祝福你們